小孩 一超 一心大声呼喊 将寂寞也说拜拜 睽違多年小虎队终于要合体了 只是这一次是在四爷乌奇隆和刘诗诗的世纪婚礼上 苏友鹏和陈志鹏这两个齐日的同伴 成为霹雳虎的左右护法间伴郎 三人一起重现往日经典歌曲引发不少话题 不过当天最惨的应该要属小帅虎陈志鹏了 因为有媒体质疑 陈志鹏跟以前长得不太一样 疑似去羞羞脸 为此曾经被曝和陈志鹏有心结的苏友鹏 特地为对方缓甲表示 我一点都没觉得 我一点都没觉得 我一直到看到新闻 我才觉得 请大家对他公平一点好不好 一个这么开心的事情 干嘛挑他出来写负面的事情呢 他我们当事人包括吴奇隆 我们都没有觉得有任何那个 他表示和吴奇隆都不觉得 甚至发誓称真的没有觉得陈志鹏整形 苏友鹏说 对方只是身形小了两个size 肤色又黑了一点 强调陈志鹏现在的状态非常好 因为5月21号有演唱会 超有意气的乖宽虎也透露 当天已经把档旗控下来给陈志鹏了 将任由他摆布 看要怎么使用 这番话也让小虎队兄弟间的好感情 展露无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